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来做一个就是也算是我个人一个尝试 因为最近那个时间也很忙 也没办法做,抽很多时间放在YouTube上面 基本上可能每一周或者每两周 然后可能能抽一个下午,包括剪辑 那在YouTube上面 因为本个人就上班还有上学那个时间真的排得非常满 对,好,那我们直接回归到正题 那这个是一支玻璃笔,非常的漂亮的一支笔 那之前看到有一个频道什么奇乐王文具有做过 那我也想试一下,就看了一下 那这支笔是怎么玩的,其实我个人也不是很清楚 那首先先讲一下他这支笔我买回来的一个大小吧 那大小的话还是一样吧 我拿比较主流的笔吧 因为我现在一直找也不知道用哪一支主流的笔来做一个标准比较好 因为我个人一定是,西末期一定坚持是用欧标的 所以像拉米或者日三家嘛,白乐,雪乐,还有那个白金 那基本上我不太喜欢收藏这样的笔,因为口径不一样真的很麻烦 好,那本身整支笔的话,他首先 我不知道这支笔是怎么握的 那他这个粗细度感觉是比无印的这支还要再细一点了 真心不太会用 然后再下来那个摸起来的手感吧,对吧 这个跟数字摸,那玻璃都会更滑一点 但总有一种脆弱感,不太敢用力去拿那支笔 虽然说正常拿笔也不会用力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单单的看一下这支笔 他的选择有很多了,应该有纯透明或者什么的 那我这一支的话摸起来 但是不知道该不该叫玻璃 不摔一下真的不好说 这支笔但是摸看起来真的挺唯美的 就这里本身是一个条状嘛 然后他就这样子扭扭扭,扭出这样子一个形状嘛 因为你看这个曲面我现在捏着 你就能看到我手指就一直在转 那扭的时候他应该本身有一条黑色的条 然后再把那个玻璃给压嘛,压然后再拉 那看到里面的一些金粉三分呢,你们看一下 但是没有加很多,他就一点点的加 我试一下给你们再放大一点 那你看到,就是反正远看来好像镜头这么近的看 我觉得就这样子就差那么,可能差那么一点了 那笔的话总体来讲还ok 那还是要得要试写 那试写来讲我可能会跟我平常用的圆珠笔和钢笔进行一个书写 另外再看一下他出现和写感了 第二个写的话我觉得是写他这一个的一个 人沾一下,我定义把它定位是一个沾水笔 我想试一下看一下他沾一下能写多少字 好,那一个那这样子我先从一个什么 我先把那个钢笔和圆珠笔我平常书写那几段字 我先这一段的话我就不开架数,我就先写好 写好以后呢到时候我就直接写这个 我再用玻璃笔,然后再开架数啊,再往上写啊 好,那就基本上ok了 那我就把这两段我拿了 还是因为我平常惯用的最多就是Waterman的笔就水冷嘛 那基本上我是这个品牌的粉丝 那所以我这一次没有拿别的百利金的钢笔或来做一个对比 那基本上我就是用了我最日用的几支 就是说我基本上日用所有的笔,不管M间F间或者L间 我基本上是水冷为主 好,那继续那我就先这样子拿这个墨水 应该是,笔应该是这么拿吧 我记得,拿笔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拿,你们看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大概这么卡 然后呢,这样子 啊 感觉 这样子吗 有没有低啊 没有低啊,还不错诶 试一下 是不是叫Glass Pen 哇 好粗诶,这个感觉 我觉得最少都是那个LNIP了 就是可能是这个应该是0.7到0.8mm了 那试写一下 但这个笔的一个怎么讲呢 另类的一种书写手感 就像那只 纳米Selfry不是有一只那个家常版吗 这个家常版这种玻璃笔鞋感就 可能是我很少用这么长度这么长的笔 或者画笔这样子 但用的不是很习惯 但写几笔就 没墨了,好像 那个 没有,哎,果然没有墨了 来再沾一下 试一下那个 诶,好像还是 但是这个笔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质量不是特别好啊 你看就是 我 这里写的时候 原谅我的自愁 这里就特别出,这里比较细 感觉就是还是要 就是我这样子 沾一下抹 然后呢 我还是得要这样子给它挖一下 还是要比较好啊 试一下是不是 感觉好像我买的 不知道是不是质量不是特别好 真的 比较粗 我平常用的那个M间的话 也没有这么粗 那这个的话 下面这个就刚刚是 这个就我觉得应该是 0.8的这个应该就它正常的一个粗细了 那 我现在就是要不这样子吧 我沾一下抹 然后就26个英文字幕 然后就一直写 然后我就看能不能写多少吧 好吧 或者我 我随便那个 找一段那个中文字吧 好吧 我看一下写什么 等一下 好 要不这样吧 我试一下那个 我就这样子沾 我就这样子 沾一下水 然后就写段字 那这样刮一下 那这样子还算 我写个两遍吧 写三遍我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我把东西拿看一下 就是比较小 然后来试一下那个 写的就是能写多少字 那现在这么这么默了 好那书写完以后 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四 十四 十四个 十三 十三到十七个字左右吧 但是一定是前面很浓 后面很淡 那基本上也就十几个字 那如果买着贵一点的可能就是 但每次这样子 你看 写完以后吧 一开始是黑黑的 那现在这么写完以后 你看就有点透小小透明 那好像没对焦到 可以 可以 好像 现在是比较透明吗 我这样沾一下墨 那刮一下 那你看这样子黑黑的那些 我随便刷几下吧 好吧 好 这么刷几下 你看又 就变成没有刚刚那么透了 应该能感觉到出来 反正写起来 这感觉就是 呃 装逼 装逼成分比较多 另外一个 我觉得它写英文比较合适 因为像这种的话 不知道质量好一点的 会能不能控制好 但现在照这么看的话 这个好像没人 控制到很好 就是这个初戏 我觉得写中文应该还是不太行 拿来画画的可能还是不错 对 那大概就这样子吧 那总体的一个笔真的挺漂亮的 楼器现在看到这个角度 然后其他的书写感受 我觉得一般般吧 但是拿来玩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 有没有人知道就它的用途是什么 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我现在真没想到人怎么用 如果一直书写的话 那个也挺 就是一直拿来热用书写 我觉得还是要写一个比较大的字 但是写十几下 然后要这样子十几下 然后这样子有点小麻烦了 对 好那看一下能不能 诶还可以还可以 就是这个还有个好处 我这么一放 不担心会站到桌子上 对 还有一个好处 这个 好那大概这样子吧 那个 也知道 知道这个东西的观众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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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